謝謝主席 那我請教部長 那今天本來要討論這個20歲的公民權 不過因為上午的時候 嘉義地方法院宣判去年這個殺警 李承翰的這個案件 那在嘉義地方法院判決無罪 那我剛剛已經從我們地方媒體記者 傳給我嘉義地檢署的一個聲明書 那當然是表示遺憾 那我想除了遺憾之外 市長你能不能在這裡 也代表法務部對這個案情 就你能夠分析的部分 你能夠做怎樣的說明嗎 因為是審判獨立 我對個案不便表示意見 但是這個案子我們會請來 因為你們地檢署已經發布聲明稿了 對所以地檢署都代表法務部了吧 我們支持法務部 這是嘉義地檢的看法 對 嘉義地檢的看法 那我覺得除了他講的內容 他講的中間有一段的內容是說 因為殺人的這一個姓鄭的人鄭賢 那他在法庭上還能就他殺警 那段過程的心路歷程為完整的描述 再好像第二段為完整的描述 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 到底有沒有構成刑法第十九條 所謂因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自不能辨別其行為違法 或其勸缺辨別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 有沒有構成第一項還是在第二項 這樣的一個要件 如果以這樣講起來的話應該是 不到第一項的程度吧 這個是這樣啦 因為如果依照這個新聞稿所寫的 因為個案上我不好評評 依照新聞稿所寫的話 那法院他把它交保出去 那檢察官認為說這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在認定上面就是屬於鑑定對不對 鑑定過程是不是有違誤 對 那這個檢察官有質疑嘛 所以我們支持嘉義地檢的 就是這方面的看法 你們先支持嘉義地檢啦 對 因為畢竟 我們這些裁刀沒有參與到整個省理的核心啦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講到這案到底是怎樣 啊 不得這個刀沒罪起來 你知道這個 我想今天大概 大概洗了很多 大概所有的新聞都討論這一件了啦 我是覺得說怎麼會於說 一個判決好像會超出大家比較對於法律合理的一個認知 因為 以他的當時候殺警的那個畫面 我們真的覺得說 有到完全精神喪失嗎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號 當然 因為法院的審判 他獨立 審判獨立 我們在這個地方也不好批評啦 那檢察署 我們經濟審判所謂 對於個案 他應該要審慎 慎重的處理 而且要能夠符合國民感情啦 好 對 我想因為我們 這個禮拜大家很打拼啦 處理了國民法官法 那禮拜三處理了陪審法 陪審制的一個法案 未來就是希望 人民進入法院 然後在審理的過程可以更公開透明 然後可以更符合 全民對於法律的一個期待 這當然是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但是我從這一個問題上 今天這一個50萬交保的 這一個政賢出去 如果以他講的 他有辦法打票 買票 然後去車頭 然後我就去坐上火車 表示說 外在看起來還是一個正常人的模樣啊 一個正常人的模樣 但是 他會帶人 所以這樣的人如果充斥在社會裡的話 會變得說 大家會害怕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確實社會會有這樣的人的存在 我們希望更不要歧視性的 讓他們可以融入社會 那這部分法務部到底做了多少努力啊 我想這個講起來就好像之前的一部電影嘛 對不對 與二的距離 那法務部到底做了多少努力 因為法務部這邊只能針對刑案部分 那整體的社會安全 剛才委員有提到社會安全網裡面呢 那衛福部 他對這方面 但是這個丟給衛福部就很 衛福部沒辦法去 合理的去評估他的一個犯罪的東西 這個東西法務部 如果沒有犯罪的話 一般性的 比方說精神失調 失節失調症 精神分裂嘛 這個如果他沒有達到刑案地步 我們就沒有不能介入 但是整體呢 行政院不是一個社會安全網 是衛福部在這個社區啦 要回歸社區 如果是進入到刑案 那法務部的話呢 在檢察官這邊呢 一定要審慎的鑑定啦 然後呢 在起訴時也要 好好的說服法官能夠判有罪 如果萬里萬里 沒辦法判 判無罪了 我可以想像啦 就是大概下午這個政嫌就交保出來了 五十萬就交保出來了 那社會問題沒解決啊 對啦 這個人 外面的行動是 看起來像正常人 可是我們無法預知 他什麼時候會進入精神的不穩定的一個狀況 那至少法務部我覺得 我可以要求的就是說 我們每年在 法務部至少有所謂的 還起訴的處分金 或者是我們每次在法官 檢察官說請求當事人認罪 然後請當事人去捐款 對不對 你們這些錢的款項 要捐去哪裡 是檢察官自己決定的 還是你們內部有一個 給檢察官的參考 有一個審查機制 但是跟委員報告 這個還起訴 跟緩刑的這個 護加的錢 現在全部腳褲 現在都腳褲 全部腳 全部腳給國庫 腳褲的是國庫 然後再撥回來 撥回來百分之三四十 四十幾吧 那其他你們用在哪裡 我覺得我想要具體的要求你們 你們能不能把這樣的錢 就是都用在比較符合 這些有犯罪 或者是要照顧被害人 或者是要去輔導 或要去給這些 這些類似這樣的精神異常的人 他的一些意願 去把這些錢集中在照顧 照顧這一群人 讓他們可以得到完整的醫療 不要讓這群人 會在社會上座就變大家困了 這個部分 如果照顧被害人 這個沒問題 當然啦 照顧被害人沒問題 可是我知道有很多 像我家裡有一個安人家園 他也從來沒有得到 我們所謂跑步的照顧 你知道他是在照顧誰嗎 被害人如果死掉了 他的孩子沒人照顧 孩子沒人照顧 都要這間安人家園 就跟天主教的系統來照顧 我曾經要求 地檢署說 那這安人家園 他們欠很多不住的啊 我也沒有 我到我那一天去問 我去問他們的園長 他說有帶人到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他之前說要申請說 可以關注他們一台車嗎 一台車也沒有啊 我不是要在這裡討好東西 討好東西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是說 你們有這條錢 你們就要大家用在 你們不是說拿去做公關耶 拿去做散財通子耶 不可以 變成檢察長的 檢察長的 這個什麼小禁庫 不行不行 這個不行 你們應該把它用在 跟這個 預防犯罪 跟照顧被害人的家屬 沒錯 有關的 沒錯沒錯 啊不然你們可以做什麼 你們都說 人家出在那裡 衛福部罐耶 我們法務部罰 沒辦法 那反罪有關 就是歸我們可以處理啦 當然啦 可是問題是 照顧這一塊 就不在法務部了嘛 照顧這一塊就沒有啦 我們喔 按照這個 這個款項的話呢 是依照環保法來處理 另外 更生保護 還有法治交易 弱勢族群的犯罪防治 附幼保護的犯罪跟犯罪防治 毒品防治 還有檢察署的借引治療 還有其他對犯罪被害人 有啦 有一個範圍啦 不可以去做私庫啦 啊 這個是不是做得不夠 挑戰的委員如果 環體處處犯金這一塊 有範圍啦 但是我跟你說 有一塊是沒有範圍的 就是檢察官說 你犯罪你要去和解 檢察官喔 說 不然你去做社會公約 你去做社會公約 叫人家去做社會公約 人家說要做社會公約 他就說 不然你也可以去社會國 你也可以去社會團體 對不對 在這一塊 就沒有範圍啦 就檢察官自己決定啦 他還是要給檢察長在那邊同意過啦 應該不是只有說 我們現在有內控機制有 我覺得你們至少把這樣的一個經費 放在有用的地方 我覺得齁 不要這樣隨便 變得說齁 弱勢團體大家都想說 有這塊錢來 然後他們就去公約 檢察長 他們就說齁 我就是有目標 要檢察長的會用這一塊 預註他們 不行啦 你們法務部還是 有這個還起訴 處分金 你們還是要有政策目標 政策目標就是要防止 像今天這個50萬 他現在要進入社會了 你們怎麼面對他 法務部沒態度 衛福部沒辦法 因為他又說他錢不夠 小孩為教育部也沒辦法 不然想不到人 有辦法處理這件事 回去有了解 所以我覺得 你們除了檢察官在這一件上訴的部分 好好去處理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判決有問題 就好好上訴 可是我真的覺得 要中調的是這個人出社會 他已經離開看守所了 在社會面 現在外界人怎麼看他 包括我現在在這裡面對他反省也不好 我在這裡面對他反省也覺得這樣也不好 不過我跟你們說 你們有一個 一個專款 就給你們來玩 你們也有 來面對這一塊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蔡委員 那個法務部跟司法院 因為現在這個案件是判無罪 那是用交保50萬 本來好像調 50萬的時候好像沒辦法交保出去 然後調降為10萬 後來又認為不妥 又調到50萬 那你們要確認是說 如果他有交保出去的話 因為他現在就是 因為他的視覺失調那個部分 所以有這樣的法律上不能判有罪的因素 那應該社會安全網要介入啊 法務部跟司法院是不是應該透過 法院或者是地檢署 要透過當地的那個社會安全系統 或者是衛福單位去確保這個 這個看怎麼給他協助或確保他不會有再一些問題 等一下 我回去以後 下午這段時間 因為他有可能交保出來 因為他判無罪要壓他 所以法院不太用壓的 但是你交保出來的話 這個問題的部分 請問大家相關單位要注意一下 看怎麼怎麼去處理 好 請問等一下我們來處理一下臨時提案